Renderforce.com 杜特尔特喊化美国,认清现实吧,别在南海挑衅中国。 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,中国与东协国家正在就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努力。 然而风平浪静的南海,却总有美国等于外国家无风气浪。 当地时间11月15日,出席东协峰会系列会议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敦促美国,及其盟友停止在该地区的军事演习。 他喊话美国,应该正是南海已经在中国手中的现实,制造摩擦只会破坏中国与邻国在解决南海争端上的努力。 杜特尔特接受记者采访。 据海峡时报报道,杜特尔特当天在峰会间隙对记者说,南海已经在中国手中,那么你们为何还要制造摩擦?大力度的军事行动只会引起中国作出反应。 他补充,中国就在那里,这是现实,美国与所有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。 菲律宾星报报道截图,杜特尔特当天再次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紧张的担忧。 他认为,如果南海爆发战争,我的国家将首当其冲,美国与菲律宾拥有共同防御条约,菲律宾将被置于危险境地。 杜特尔特还表示,南海冲突最好是通过中国与东协国家间的谈判解决,美国及其盟友的航行自由行动只会通过展示武力来击化矛盾。 11月15日,新加坡,东协峰会期间,东协,美国峰会举行。at视觉中国。 菲律宾今年是东协与中国关系协调国。 杜特尔特当天重申,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速推动东协与中国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。 他提到,东协与中国希望在三年内达成这一行为准则。 杜特尔特15日还在一份声明中说,准则谈判的初始阶段取得稳步进展,有望在2019年之前完成准则出稿。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,CNN,报道,就在杜特尔特发表这番言论前夕,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刚刚表态称,美国准备在南海增加军力,并强化在该地区的巡逻力度。 海峡时报15日还指出,美国副总统彭斯出席东协峰会之际,包括里根号与斯坦尼斯号两艘美国航母正在菲律宾海域活动。 菲律宾新报评认为,中国一直反对美国在南海的举动,指责美方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。 杜特尔特的表态似乎是在呼应中国反对美国在南海地区军事活动。 上周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谈到南海行为准则谈判时表示,在中国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协国家共同努力下,南海地区形势保持总体稳定,有关国家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的正确轨道,南海行为准则暗闻磋商不断推进。 他强调,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,是地区国家共同愿望和责任。 中方将继续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协国家一道,积极推进准则磋商和海上务实合作,巩固当前良好态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大家